好,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有没有能力和有没有决心把二百万香港人强制迁徙到内地各省?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等着黎巴嫩化吧。 如果有的话,现有的香港民族在短时期内就可能完蛋了,就只能依靠海外的流氓政府了。 就是以香港输業馆作为感染渠道,使得整个内地遍地军阀的设想就只能在中国完全失败的情况之下展开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可以说到现在,未来的大部分已经确定了,只有一点点,就是在列宁法的力量。 我不能断定习近平,一定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不是把大量的维吾尔人迁入内地吗?所以他也有可能把大量的香港人迁入内地的。 大量的香港人迁入内地,在香港设立生产建设的兵团,用内地摊派的各位的教师和移民来填补香港,这件事情是可能做成功的。 如果他有能力做成功,那么整个政权机器就还有一战的能力。而在这场战争失败以前,军阀世界暂时还不存在。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功,那么游戏就立刻进入军阀世界了。 香港的黎巴嫩化就立刻意味着内地的叙利亚化,局面是压不住的。广州的公安局不可能会比香港警察日志好过,他们现在已经减薪百分之二十了。 当然,我肯定知道,他们的主要收入并不来自于薪水。不来自于薪水的黑帮性的收入,对他们的意义越大,他们就越会走向军阀化。 但是,如果习近平有能力把香港人民做大清洗,同时也有能力把公安局由地方管理改成垂直管理,大规模地像他清洗以前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清洗孟峰伟业和周永康他们一样,清洗这些公安局的帮派头领的话,那他仍然有可能把这些未来的军阀扼杀在萌芽状态当中,把所有的资源夺过来整合在自己手中,实现再列宁化。 然后,在自己完全被西方国家隔离的情况之下,不再像白区党要求那样做各种假动物来讨好西方国家的情况之下,迎接最后的一场战争。 这样做就等于是香港本身当实验品了。香港人能不能够,按说的话为自身利益而不是为所谓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利益抗议法,应该是在这个窗户尚未完全关闭以前果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制造军阀的既成事实。 在习近平可能的整顿成功以前,使他不可能成功。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说的话,其实最好是香港人去死。 习近平把香港人全部迁移到内地以后,完全闭关锁国以后,冷战丛林,壁垒在柏林墙从台湾海峡穿过,香港的记忆像布达佩斯大屠杀的记忆一样悬在西方左派的头上。西方保守来本来就不打算对苏联好。 但是苏联对温和派共产党和改革派共产党的镇压,使得西方整个左翼势力都不愿意再跟苏联来往了。这样的壁垒长期维下来,对台湾才是最有利的。 而香港人在这一时期还维持着和平斗争的外貌,因此在大镇压来的时候几乎没有抵抗能力。于是,眼看就要出现的军阀事件被习近平扼杀在了头当中。现有的剧本就是这两种。而香港和台湾的立体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相反的。 香港的命运跟诸夏的命运有密切关系。 就是说,香港能够迅速的黎巴嫩化的话,那么诸夏各国的军阀化也就近在眼前了。 相反,香港如果失败了的话,你只能够依靠极小数流亡者,搞泡沫式的流亡政府和流亡机构,等待中国在战争中失败。 然后在战争中失败以后,半数人口基本消灭以后,在惨烈的和平区之上再打军阀战争。 后者的死的人要比前者死的人要多得多,但是实际上却是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按照沦陷区的实际社会状态和所有人,实际上都穷凶极恶、卑鄙无赖的程度来讲,后一种局面才是按照迷信的说法,其实迷信的因果之理的说法就含有一种草根性的路径积分的积传在内,才是他们应有的报应。 只有在恶人死光了以后,新朝代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如果以比较温和的军阀混战的方式保存了大多数人口的话,新朝代反而不容易有一个比较好的开端。